亲爱的战友们好 现在是9月28号文贵报平安直播 我现在在海上 刚刚和咱们的重要的朋友吃过早餐 今天在直播之前 我先请所有的战友们 咱们认真的 咱们把今天直播大家静心的听一听 静下心来的听一听 这对香港特别的重要 对中国特别重要 对世界特别的重要 为什么这么说 一星期以后大家就明白了 就知道答案了 所以呢亲爱的战友们 今天这个直播咱不扯别的 咱就是 请所有的战友们静下心来的听一听 特别是香港的战友们 香港的战友们 一定要认真的听 让香港的所有人都能知道 今天我的这个直播 是越多人知道越好 希望是很多战友们能今天以最快的时间 能把这个视频呢 把它给剪成 最短的 配上粤语 英语的字幕 想尽一切办法 传到香港和大陆去 因为今天我们这个视频所有讲的话 都会在 十天内 一星期内 甚至更短的时间内 得到验证 这是至关重要的 这是为什么我要给大家说 请大家一定今天 要把我说的每一件事 每一个事 让给大家认真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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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达这个信息 至关重要 大家都知道过去几天 我们大家这个都看到了中国的 全力以赴 让全北京全中国人 几乎就差了不让拉屎尿尿了 都在干一件事 七十年大庆 共产党的七十年大庆 就差了不让你喘气 不让你拉屎尿尿了 一切都在控制 这是很大的一件事 这件事的本身有多大 咱且不说 但是他和今天的 香港的上街的抗议运动 他跟香港的上街的抗议运动 加在一起 这个意义 他就大了去了 为什么说 因为香港人 非常的清楚 经历了三个月的运动 死了那么多人 抓了那么多人 香港人付出这么大的带点 引起了国际上这么多人的关注 此时此刻 香港人的命运 就和这七十年的大庆 就和这七十年的大庆 已经紧密相连 香港人是生还是死 关键就是看这个十月一号 十月一号的前后 会发生什么 基本上决定了香港人的这场运动的生与死和结果 就在这个时候 全世界又发生了一个大事 是远在一万五千里之外的 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利坚共和国 就在十月一号之前 在前一周不到时间 两党之争进入了火热化 谈劾川普总统 全美国呀 都在关注着 谈劾川普总统的这重大政治历史事件 这三件事放在一起的时候 战友们 这发生的政治效应 就是这次我们所说的下一周 所有事情的根本元素 我告诉大家 它意味着什么 在没有弹劾川普总统之前 没有弹劾川普总统之前 这个香港事件和北京的抗议 北京的七十年大庆 再拉近一点 咱们看多了 大家听不清楚 往上翘一点点 往上翘一点 大家要知道啊 整个这个事件 真的是拜上天的安排 为什么说拜上天的安排 川普总统 从来没有在香港事件上明确的说出来 它是什么样的性质 它什么样的态度 它什么样的态度 因为就像我们在前两天直播中说的 它担心共产党王岐山 利用它最大的弱点 美国的股市 会下滑 它不敢说坚定的给香港的这场声势之战 香港人以共产党的 这种正义邪恶之战 它不想沾边 甚至不想掺和 中国人进行 甚至因为 我们在这儿 这个是党维员的 所有党维员的 在各种这种民间的力量 呼吁和各种的游说 和香港人上街的这种行为感动了他们 和符合这些参议员 众议员的个人政治利益的情况下 发起了香港保护法案 香港人权法 然后有点扭扭捏捏的 要决定是否取消香港自贸区地位 是否对香港进行金融最严厉的制裁 最严厉的制裁 是否要决定最严厉的制裁 甚至对香港这些个人制裁的个人 而不是象征性的 而是决定性的制裁 甚至是致命性的制裁 是否第五阵制裁 这些代物规短疙瘩权根本已经能够 又有出维争开始就是美国 婉 seat 的参议员 这些都是不可能说是美国 戏 attent源 c 我是跟陆戏 放大了香港运动的在国内的政界的影响力 它也成为了共产党内部几个大的盗国贼和利益集团 政治较量、政治斗争中的最重要的一项 香港人民需要的就是这种感觉 否则没人关注了,有意义吗? 现在通过香港人不屈不挠的震撼人类的这种抗议运动 展现了香港人民的素质 征服了全世界人民对香港的认知 结果达到了什么效果? 香港人是正义的 香港人民得到了全世界的同情 我相信中南坑里边就是这些混蛋们的家人 也是五体投地的佩服 这就证明了香港人民获得了人心 获得了天下正义人的支持 香港人死了那么多人 这么多人是自由 林郑月娥等四人帮 如果有民营党 路上 我们挺和平的 比他们要奉势 因为到所有民营党 傻非们 让共和民营党的共和民营党 假警察 操控香港 威脅香港 以黑制港 以假制港 以騙制港 流氓制港的本子 在過去三個月表現得淋漓盡致 天自良機 即使想站在中共一邊的人 也看明白了 所有的 在中間派的人 包括在西方 在國內猶豫的人 只要他是人的 不是畜生 都站在了香港上街抗議的這些偉大的年輕人 和偉大的港人這邊 所以說 正在這個時候 上天又賜給了一個必須的良藥 面對著陽光上天之劍 那就是代表著全世界最核心力量的美國 出臺了有史以來最快的香港人權法案 但是他還慢呢 還是解決不了根本性的問題呀 就在這個時候 我們最擔心的事情 川普總統的不下決心 美國是三權領利呀 只有一個權力幫助 不夠啊 立法了 誰來執行啊 美國立法是國會 執行是誰呀 是行政部門 也就是白宮 這個監督治法 和執行和立法完全是獨立的 就在這個時候 美國兩黨之爭 天賜良機爆發了烏克蘭的 所謂的 兩個總統的電話醜聞事件 大家看到了 迅速的 快速的 史無前例的 對川普總統進行了彈劾程序 現在美國內部已經出現了倆總統 川普總統 奈西普魯西總統 就在他們兩個人的鬥爭進入白肉化的時候 大家應該看到 美國在這屆總統之前最重要競爭的兩個人 希拉里浮出了水面 希拉里從來沒有浮過 不浮過 可說 諾西普魯西已經成為美國現在最有影響力的政治人物了 大家知道這有什麼意義嗎 他早出一個月和晚出一星期 是天地之差 為啥我那天直播我說 這次最大受益者是香港人呢 就在接近10月1 中国的所谓70年大庆的时候 中共 全世界在反共进入了最高潮的时候 香港人在大街上抗议 最需要关注的时候 这几股力量拧在一起的时候 后劲儿落险不足啊 结果这个弹劾 最核心的焦点是什么 谁对中共够狠 我告诉大家 你会看见接下来的每时每刻 下周 你会发现 他们所有的弹劾 还有这个 Nancy Pelosi 希拉里 拜登还是川普总统 最抢着干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香港事情上 谁够狠 谁够快 Nancy Pelosi肯定说 川普总统 这川普总统就是 这个讲讲 没有行动 没有行动 我这马上通过法律签字 马上办 不行一二三 明天就算数 希拉里会说啥 希拉里下周就该表态了 有可能啊 我都瞎懵的 喝多了啊 大早上起来喝多了 说这根本都不算数 这算什么 我要是选上 我要是起选总统 我要今天决定选的话 我就会把共产党 在我任期半年内 对这些所谓中南坑的人进行制裁 对中共的所有的人进行什么样的制裁 历史以来最严的 更重要的事情 香港独立 Nancy Pelosi会说啥 香港独立不够啊 香港人民到美国来 自动成为美国公民 拜登会说啥 那还是不够的 我们要叫香港人民得到美国的保护 南海军队进去保护香港 你想想这种话要说出来 战友们 对川普总统是多刺激啊 他会说啥 你去想想 川普总统这一辈子服务谁输啊 我比你还要快 我比你还要狠 川普总统会做什么 老子现在就牵 香港自由贸取地位没了 香港脱钩了 对香港人制裁 派兵就在那边等着 只要你敢动香港人 我就要跟你开干 你敢动香港人 我就宣布香港独立 台湾独立 新疆独立 西藏独立 广东独立 对查封所有在美国的中共的资产 一个毛都不给你留 公布所有美国掌握着中共的性爱食品 公布所有中共在西方的财富 绝 character 全部得牢 巴兰 转身尤其变犯 巴兰... 我得摟了点儿 说过了吧 哈哈哈哈 说着说着点儿 兴奋当 гл Bett 戰友们 你们忧不相信呐 这良机 香港人想不赢都不行 香港人想不赢都不行 香港人想不赢都不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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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今天CNN的报道了吗 看到昨天晚上美国在争什么吗 所有现在美国的问题都是中共共产党干的 现在争论到底习近平是不是独裁 共产党是不是流氓政权 是不是合法 现在美国的核心问题 不管是拜登 不管是川普 不管是希拉里 都认为是共产党的事儿 大家去看一看 美国主流媒体从来不报的事情现在全开报 特别是美国 所有人统一句话 习近平 王岐山是中国绝对权力 说absolutely power you need to take absolutely responsibility absolutely false use absolutely absolutely take responsibility 绝对的权力 你就要绝对责任 这下麻烦了 所以说现在对西方的经济制裁 据我所知好多人说什么 说对中共的财务 一旦要开始全面制裁 一个 dollar 一美元都不能给他留 要比伊朗中一万倍 亲爱的战友们啊 中国人民如果能得到这个消息 中国人过去这几十年所发生的被盗的财富 我告诉每个中国同胞 你在家睡觉醒来的时候 每个人获得多少钱呢 一千三百万 无论你家老子哨子 每个人拿到一千三百万 为什么 算不算13亿人 一千三百万 多少钱 多少钱 就是说中国的一百多万亿美元 整个财富 这可不是光是货币啊 大家别理解错了 包含很多方面 所有这东西都是你们的 都要还回去 美国会马上成立中国人民财富安全委员会 那时候的香港不但独立 台湾独立 新疆独立 西藏独立 广东独立 中国人民是事实上真正的独立了 我还是那句话啊 不是土地上独立 是自治权的独立 中国不能分裂 说到这一段说 我要给战友们说 我请求战友们 从现在开始起啊 大家休息这个星期六 从星期天开始 希望所有的战友们 从下一周开始起 全力以赴 以最快的速度 以最大的团队精神 传播香港危机人像 传播爆料资料 让香港人民 让美国的各政治家和有权力的人民 和中国人民 最快的时间看到中英文字幕的视频和资料 只要求战友做一件事情 以最快的时间传播最关键的 香港危机的真相 和西方的各种政治行动 和来自国内战友爆料的信息 拜托了战友们 拜托了战友们 拜托了 说到这的时候啊 我这两天 我这跟你说 心里边老扑腾扑腾跳啊 有时候就糊涂糊涂糊涂就担心 我第二次这么担心 中国老百姓怎么活 大家都清楚 这个现在的国庆 七天国庆已经是长庚主了 对共产党来讲是长庚主了 你现在是不严也不行 严也不行 香港人就要抓住这个机会 你说你不演 美国人和香港人也不能饶了你 你演吧 也不能饶了 你演成功了 你看看 绝对的权力 他必须要承受绝对的责任 你演没成功 你看看 他没演成功吧 中国人民奋斗了 咋办呢? 我们爆料革命就是那个催化剂 要把他们成功运好 不成功运好 反正这是个灾难 但是 中国人家连猪都吃 猪肉都吃不起了 北京大街相当于戒严了 香港现在都开始打土豪 分田地了 杀父祭党了 要解决党的现在经济之困了 那么 战友们 中国老百姓下去要不反对的话会苦日子 只有中国人团结起来了 不要说什么两亿人 两千万 两百万 共产党 个儿屁了 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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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屁了 但是 中国人如果好像一往一样 装作睡着 那是要受大罪的 吃大苦的 那就是说 你这一辈子 七十年吧 大多数人这一辈子 为共产党 当奴隶 当奴隶 最后他死的时候 你还要心甘情愿的跟他赔上 只有奋起反抗 与香港同胞 台湾同胞 新疆西藏同胞 以及有良知的同胞们站在一起 来个突然间大反击 灭掉中共 灭掉中南坑 中国人哪 每个人共同时间放个屁 都把中南坑的崩大了 都比核武器厉害 每个人吐一口吐嘛 13亿人都把中南坑给淹死 香港750万人 200万人就把中南坑给灭了 还怎么着 中国14亿人 只要共同行动 真是大家一人尿破尿 都把中南坑给淹死了 比你在这个马路上 给蚂蚁坑里面尿破尿 那力量还大 200万人上街把车停下来 把油箱油给他放了 他就傻菜了 什么大泡河 什么东风五十一啊 东风五啊 四大杀器啊 你打打试试 烧的是你 共产党从来没有那么弱 从来没那么强大 强大的是 他的权力集中了 弱得弱得他也是权力太集中了 现代化的战争 不是长枪大炮 是人民的意志 是天意 是民心 上天给中国人送来了个最后一个最伟大的机会 绝对的权力的核心 造成了绝对的中国人民的痛恨 只要中国人 但凡张开嘴 但凡撒把尿 但凡一起放个屁 就能把中南坑这几个人给灭了 用江泽民这话说 这七个人把他们毁了 我要在这重申一下啊 昨天那个台湾那个朋友专门给我打电话说 让我要纠正啊 战友们 朱镕基原话三十年说他们我们三十年被他们毁了 是这么说的 说共产党在中国存在是侥幸 四十年前共产党每天都面临着生死之王 过去这三十年我们搞了个WTO 叫中国人现在基本有饭吃了 这三十年是真的共产党在给中国人民干点事儿了 但是三十年刚刚的小吃饱饭的时候 他们就作死啊 这个国家毁一弹 不是共产党的三十年毁一弹 是共产党的七十年中 他认为那四十年都是骗 都是灾难 根本不合法 这三十年还干了点事儿 是这个这个朋友要重申 还有一句话重申 江泽民说了这话 说那几个人的时候 说这七个人亲自说的王沪宁 说这个家伙我没想到 成了这么样个人物 这个把王沪宁给裹进去了 还说了另外一个县日常委 我就不说了 这个人跟我这个 有过一面之交 曾经为我们暴令革命啊 救过我们战友 我就先不说他了 所以说朱镕基和江泽民的这个话 百分之一百真实 百分之一百他们的内心写照 中共高层失控了 中南海失控了 中国军队失控了 现在上天派来了香港两百万人民 和美国的总统和南西普路西 还有总统竞选人希拉里 来共同解决他们了 后面还有一群鹰 就叫爆料革命 啊爆料革命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 这不是开玩笑 香港的朋友昨天晚上跟我说 我们只有两个选择 与香港一起燃烧都死了 第二个与香港一起获得自由 香港的10月1号 929 10月1号 会超过250万人上街 每个人都跟我这么说 他们之间互相并不认识 但是目标一致 目标一致 让我震惊啊 咱们拭目以待吧 郭媒体 明天上午的10点钟 我们要捧一下子 我们要赶快帮忙 要搞火了我们北京姑娘聊天室 明天直播 明天是瞎聊 瞎聊 瞎聊 事实上是 从星期一下午开始 郭文媒体进入备战状态 备战状态 从星期一下午开始 在下周的星期天以前 24小时直播 我相信 大家看到班农先生了吗 看到班农先生了吧 还有两个人不能出镜头的 出镜头在什么吓死了 接下来 接下来 有两个 你们 最喜欢的两个最牛的人 也世界级的人 马上就到这了 马上就到 我告诉其中一个这位朋友 他的警卫 我告诉他的警卫 我今天我们吃饭 三个小时 多一分钟也没有 我们跟他的这个办公室讨论 两个问题 我告诉他 所有美国 心前最热闹的内战 正在讨论的 谈何 我说 在香港人民再次上街以后 国庆节之后 我告诉你们 没人在谈了 他们都惊讶万分 我说你们不会再看朱利安妮啊 希拉里啊 拜登啊 川普总统啊 没了没了没了 都会谈一件事 全世界的目光 有被我称论的 看什么家 共产党 香港 大家记住我今天说的话 今天美国朝朝鲤 你们别参呼这点事 我们爆料革命永远要记住 绝不参与美国内部政治 ailing 我们再当时 我们现在说 我们再当时 拜登贏 我们高兴啊 拜登只会比川普总统更狠 不会比他更弱 再灭共产 希拉里赢 好啊 他只会比川普更狠 你别忘了 Nancy Pelosi 希拉里啊 拜登 在人权民主问题上 比共和党只能强一万倍一倍 不会弱 谁赢 我们都是赢家 但是他们那么强硬 川普总统能失输吗 川普总统手里有信有资源 一秒钟都决定了 你们要说服川普总统 马上行动 只有川普总统一心专意的灭共 支持香港 没有什么弹劾的问题 哪有什么弹劾的问题 国庆节以后大家谈论只有两个词 灭共 支港 啥都没有 信不信大家 大家走着看 大家别在这些小事上磨叽 别在小事上磨叽 别在小事上磨叽 别掺和人家美国内部的事儿 咱们家里边锅里边连米都没有 老替人家美国人来想想 人家的牛肉咋吃 牛排咋吃 闲不闲的话 现在只有一件事 只要能是对香港人民有利的 只要是对灭共有利的 就是我们要干的 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朋友和敌人 谁只要是灭共 谁只要是支持香港 谁就是我们的朋友和战友 只要是知共 你就是我们的敌人 就这么简单 大家都在 我在群里的朋友知道 从昨天晚上来我都没怎么睡觉 给你们发那么多信息 很多人问 为什么今天这船上的几位美国朋友说 文贵呀 我说跟你在一个船上睡觉 我是真知道 你睡觉睡太少了 你必须睡觉 你咋还那么兴奋呢 我告诉他 我说我最最累的时候 我最感觉到学校睡觉的时候 就是没有战斗感觉的时候 当我感受到共产党那个要倒塌前的那种咯吱吱响的时候 我就兴奋 这就是信仰 这就是追求 马云 柳传志 马化腾 吴小辉 王健林 什么郭广昌 什么徐明 他们要能找到一分之一的感觉 他们就不会那么惨了 只要你围绕钱赚 你就比钱还漏 你围绕女人转 你就比裙子还漏 只有围绕正义转 只有围绕立他的这种伟大的信仰之战 你就是与太阳交流 与大海成为朋友 你才会欢喜 你才会自信 你才会愉悦 你才会幸福 这种感觉一旦你找到 你精神上天天在高潮 你就看什么事情都是美好的 你看到太多东西 人太低级了 太low了 所以香港的这些孩子们都说 Uncle Miles 我们每个人都要看你的视频 孩子们 我知道你们心里面懂过书 我也知道你们已经准备好了死亡 牺牲 当烈士 但是我再次告诉你们 没有直接跟我对话的兄弟们 孩子们 朋友们 当烈士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那是我们的失败 只有活下来 活得更好 比共产党们活得好 活得阳光 活得健康 活得长远 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怕死 你必死 但是死亡绝对不是我们的目的 牺牲绝对不是我们的目标 孩子们 大事即将到来之刻 除了衬得住气 相信上天之神之外 更要担当起自己应有的责任 这个责任其中就包括父母的养育之恩 保护你的百斤肉体 是对父母的孝敬 对自己负责 不可轻易说死 要死的只有共产党 只有共产党那些盗国贼 我们解放了14亿中国人民 你们就是人类上最大的英雄 你们应该看到这个荣光 这些荣光不仅归属香港 更归属于你们创造了香港这个伟大时代的孩子们 朋友们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 今天直播就到此为止 希望能把这个视频广泛地得到在香港和在大陆的传播 让大家记住 接来的星期是改变人类 灭共香港胜利最关键的时刻 这两天最大的担心就是明年6月4号是新的国庆日 这来的太早了不行啊 太早了中国老百姓会吃太大的苦 这个世界还没准备好 准备好给中国老百姓替代 灭亡后 消灭后的共产党的政权 大家现在正在心中酝酿着 还没有行动 要给中国一点时间 叫大家都知道共产党一定灭了完了 然后让中国人减少社会动乱 减少伤亡 减少对老百姓的伤害 香港如果没有强大的大陆和国内 你赢了你也不可能好下去 就像共产党吹牛一叉说 没有共产党怎么没有新中国呀 没有共产党这个中国就解体了 放狗屁 台湾民地好着呢 印度没你好着呢 比你还大呢 这世界没有你的地方多好着呢 有你的地方没一个好的 但是香港人要意识到 大陆不能乱呐 乱了不行 这就是我今天一会儿要跟美国朋友谈的 共产党灭亡了 几个人被灭掉了 如何控制共产党 转变为中国的合法政权的一部分 怎么让中国的成为一个 国际上监督下的 经济继续发展 国家政权继续稳定 人民能安居乐业发展 并真正地拥有法制 民主自由 所以说 这个头两天美国一个牛叉的人说 中国事实上有法律 知识没知识 没有事实 我说你错了 中国是什么?是Rude of the CCP Rude of the CCP not the root of the law 我们真正要Rude of the law not the root of the CCP 然后中国有信仰 我不是的 中国不是有信仰 中国是 not freedom 没有 freedom 是 feardom 是害怕的信仰 恐惧的信仰 我们要有一个Rude of the freedom 还有religion 那是 free religion 中国是 fear religion 害怕的宗教 我们要真正的 freedom religion of the root of the law 我们要做好这个准备 让中国有法治下的信仰自由 有独立的法治 把真正的说为人民军队 现在是党军队 真正的是独立的人民军队 人民的钱要人民说的算 人民有权制到钱去哪了 让中国人成为全世界最尊敬 最友好的国家和朋友和民族 而不是让全世界成为最少人讨厌 最不让人喜欢的民族和国家 这个需要点时间 但是在国庆节现在看来 还有香港的运动 让我担心 来的太快 共产党灭的太快 大家很爽 是吧 但你爽过以后 第二天你就发现 你就不爽了 不能自私 中国人的政权一定是在和世界平等 互相尊重 互相利益的情况下 和世界全面的文明的交流 是中国人民绝对要选出来的政权 如果要让所谓的海外民运去当共产党政权去 中国老百姓我跟你说 中国人扫地的人就把他砸死了 不可能 中国人必须要找出来 让中国人喜欢 信服的 尊重的 政治人物 绝对不会出现在我们爆料的人当中 我们没这个能力 也没有这个心 更不会出现在所谓的这几个人当中 我相信 中国人民会选出来 一个绝对适合中国的政权 一定是让世界感到放心的 文明的政权 而且我相信 不超过半年到一年 中国人一定会成为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快的 从独裁 流氓政权转化为一个最文明的 和平的 有法治的 最伟大的 最适合人类模式的 东西方文明结合后结果的一个政权 到那时候 没有恐惧 没有道国 没有不公平 没有这么大的贫富悬殊 没有欺骗 全国人民创造出的财富 释发出的能量 和中国人的勤劳 和几千年的文明和文化 一旦得到释放 将震撼人类 这些细节 我相信现在已经有人在考虑了 上天也在安排 亲爱的战友们 让我们一起为14亿中国人民 全世界人民 台湾人民 香港人民 新疆人民 西藏人民欺负 我们的船目把达 他的家族都能丢出 在一起 新疆里面 在阶段里面 新疆里面 在这里 新疆里面 在新疆里面 在新疆里面 親愛的戰友們,今天直播就到此為止, 一切都是剛剛開始,謝謝!